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16日 星期五 這次是一節續集 是紅Van沒落的續集 因為 紅Van 當然還沒說完 因為最重要的話題還沒說 我們只是說了這個Van仔價格大跌 而且他們一直 都是被政府追擊 有鐵路 包括港鐵搶他們的客人 然後是巴士去打開他們 最多客人的路線 我們想跟大家 remind一個問題 大家有沒有覺得是潮聯這家公司呢 潮聯 全名叫做九龍公共小型巴士潮直工商聯義會 所以簡稱潮聯小巴 潮聯小巴有甚麼問題呢 他在2014年當時佔領旺角的時候 他就申請禁制令 也支持警察 嚴正執法 但是 一直以來 他的路線都會不斷萎縮 為什麼 因為 阻礙他賺錢的 其實就不是香港人 不是這班年輕人 不是佔領旺角的人 真正阻礙潮聯小巴賺錢的 其實就是香港政府 因為小巴 在70年代 很風光的 剛才我們也有提提 其實六七暴動之後 由於 巴士 經常是罷工和停工 當時政府就說沒有辦法 要允許那些白牌車 申請 小巴當時已經有了 不斷有些小巴 白牌車 自己出來私自接客 政府索性發牌給小巴 令小巴變成合法的運輸工具 到了 六七暴動過後的六八年左右 一大班潮州人就夾錢 組成這個潮聯 展開了香港 紅軟的事業 好了 展開了紅軟的事業有甚麼問題呢 其實 問題是不小的 大家 應該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新不了情》 《新不了情》是劉青雲 和袁詠怡 做的 講述袁詠怡的男朋友 古天樂 撞車死了 然後 他擔起這部小巴 他男朋友 古天樂 擔起這部小巴 結果 原來擔起這部小巴 是要 付入線費的 否則 那些線費很多就不能開 所以他原來要付錢 要付黑社會 去入線 所以 所有的經營 紅軟的 大部分 都有黑社會背景 尼伊班克社會 可以說是享受了香港經濟起飛 的一個大浪 當年是賺到錢的 當然是小巴車主才賺到錢 老闆才賺到錢 做司機的 就賺兩餐可以的 養子 養妻活兒也可以的 但是 發達就不會很發達 當時 最多人 去搭的 就是旺角 觀塘等等 觀塘就是他們朝聯 這個紅軟的發源地 觀塘的紅軟 因為當時大家記得 觀塘去旺角雖然有地鐵 但是當時沒有的 70年代沒有地鐵 而巴士 也不是很全面 所以他們的軟軟 就大行其道 有了地鐵之後 當然生意做少了 有了地鐵之後 很多生意都沒有 剛才我們所說的 有幾條線 比如說是旺角去 西環 旺角去 香港仔 香港仔 現在都被巴士和地鐵 鐵路 基本上都被搶走 小巴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他在等客人 以前他們很風光的時候 就有人等車 每個人都在排隊等車 現在沒有客人就在車等人 你等半小時 那些人當然不等了 但是 朝聯 最終使得他找不到人是誰呢 是不是這些示威者 不是 其實在疫症前 香港的小巴已經萎縮得很厲害了 排界已經大跌 其實當時的排界已經大跌了 因為 主要是交通工具的太多競爭 尤其是地鐵太快 地鐵又快 又不用塞車 又不用等 所以 他搶了很多小巴客 剛才所說的 我們也說過一節 土瓜環 紅蝶這些位置 以前一定要坐小巴或巴士的 現在地鐵一出 其實連6汽車也沒有生意 以前我去黃埔 有些6汽車在紅磡 火車站 現在基本上都沒有生意 不過紅蝶火車站就不能坐地鐵 那條線好像不正確 我不肯定 好像是正確 我太久忘記了 在香港太久 沒有在香港太久 現在因為鐵路太方便 開了很多新線 使得 原本他們的那些 小巴當然是生意大跌 排價大跌 你不可以怪示威者的 因為 政府 也是有心打擊你們 原因是甚麼 你們黑社會 你們 被黑社會壟斷了 以前好警的時候要付入線費 五萬至十萬 裡面黑社會角色就是陳維敏飾演的 飾演黑社會大佬 小巴就是他看的 每個地方 小巴也是 黑幫 賺錢的來源 有些人 出來行股滑的 沒有甚麼工作就去做小巴 拿小巴 所以 現在整個行業 包括黑社會都是色味 因為 政府已經取代了你們的角色 現在香港沒有敵人 你們沒有利用價值 香港的人 學生都拉了 所有的 示威的反對派全部都拉了 沒有的 香港政府的敵人已經在監獄裏面 你們 作為黑社會 已經是打擊對象 你們已經沒有存在價值了 因為 政府不用再依靠你們去 打示威者 已經抓了 不用再依靠你們 你們去打示威者 也不用再依靠你們 小巴 整條 通賽街 先凸外面的通賽街 被你霸佔了 留一條線 當然是不行啦 我兩年多都沒有在香港 不知道 如果你們 走過的 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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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是死了 一樣是沒有生意做的 還有 以前的 旺角都是旺角的 旺角去福萊村 去荃灣福萊村 現在的篩鐵那麼快 絕對篩鐵那麼快 絕對篩鐵那麼快 越來越多了 人家就要搭篩鐵 因為不用搭你福萊村的那個紅van 去屯門 屯門這個篩鐵線也是快到不得了 人家搭篩鐵 要不要搭你紅van去屯門呢 除了你們深井吃燒鵝 深井現在還沒有站 吃燒鵝就要搭輪 其他也不用 所以你想一下 你們是不是應該 被人 適微呢 原因就是 政府不需要你們 當時你們怪那些學生 怪那些示威者 阻礙你們賺食 現在政府阻礙你們賺食 你們有沒有黑社會去斬下政府 有沒有去斬下那些運輸署的官員 是他們趕著你們的 是他們批巴士線 批地鐵線 取代了你們的 沒得吃 沒飯開的 就算連六van也沒得做 所以馬阿牧的身家都大跌 國木材 馬阿牧 以前拿著牌子很值錢的 六van的牌子 幾百萬成千萬一個 幾百萬成千萬一個 那他幾百個牌子是不是發達了 當然發達了 現在啦 現在大鑊啦 現在縮水縮到這樣子 買舖的那些舖有虧 不知怎麽算 現在的舖也是縮水很厲害的 因為 租金會跌 所以 很多時候 究竟哪個影響你們呢 你們要想清楚 你不要動一下就怪人 怪那些示威者 阻礙你們賺食 誰 現在阻礙你們賺食呢 真正阻礙你們賺食的 其實就是政府 又不見你們出來說要斬政府 又說要怎樣 是不是稀善怕我呢 示威者好欺負 是不是 舉頭三尺有神靈 你們 現在這個是可以說 現簡報 你們可能已經賺了很多錢了 以前賺了那麼多錢 吃得和米多了 現在 叫你們收散 現在政府不需要你們了 你們沒有你用價值了 也都完成了歷史使命了 小巴也沒有存在必要了 巴士可以取代你們了 地鐵可以取代你們了 有些人就說 這個小巴佬態度很惡劣 我見過 最惡劣的這個小巴佬 我見過一次 當時我還在讀書 上車 由頭罵到落尾 喝那些人的 喝阿婆喝 任何人都喝 吵到 全車的人都很害怕 去到唐街 人都很害怕 人都很害怕 那個惡劣的那個人肯定是黑社會來的 出來兼職的 這些東西 也一樣 你坐巴士不會被人渴的嘛 人家會投訴的嘛 坐小巴不是真的被人渴的嘛 所以 適微 沒落也是有原因的 這次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裏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驚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然後